大家好,我是红洋 苦瓜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其中维生素C的含量在瓜果蔬菜中名列前谋 而且呢,常吃苦瓜还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现在小园中的苦瓜长得呢,特别的好 我们呢,摘两个回去 一会儿呢,就做苦瓜吃 洗干净的苦瓜去头去尾 先切两半 再对边切开 用小勺挖去里面的营 尤其呢,是这个白营 一定要挖干净 这样呢,可以减少苦味 接着把苦瓜切成片 做苦瓜时,多加上这一步 保准呢,做出来的苦瓜不会那么苦了 当然孩子呢,都爱吃 切好的苦瓜加三克的精盐 再倒入冷水 把苦瓜泡20分钟 我们再准备几把大蒜 先拍一下,再剁碎 再切一些葱花 小米辣切圈儿备用 爱吃辣的呢,就多放一些 锅中水开后,淋入冷地油 这样焯出来的苦瓜片会更加的绿 然后呢,下入苦瓜片 把苦瓜片焯水两分钟 焯好后捞到冷水中过凉 锅中倒入油 油热后呢,先关火 再下入蒜末炒香 然后呢,把蒜末和油倒入苦瓜片中 再一次加入葱花 小米辣,精盐 灰素,十三香 白糖,陈醋 蚝油,香油 然后搅拌均匀 我们的凉拌苦瓜就做好了 清淡,爽口,还简单 当然孩子都爱吃